《90 後翻牆大作戰》 《90 後翻牆大作戰》 歡迎回到最新一集《90 後翻牆大作戰》 大王你好 又回到今個星期的節目 每個星期一回 跟大家聊聊聊 我記得我上個星期都說一些 男士打扮類 或者是政治正確類 電影類 我們說回電影類會比較好 是啊 上次電影類也有 搞笑 上次我不是說 有些女士眼中 男士哪些打扮不好 但最好笑是 我家人按了一集 他們說有什麼緊身褲 現在很多人都不知為何 男又是女又是 不知道我又不覺得 但有時見很多人都不知為何 男女都不知為何 要是戳戴戴戴 要是其他事情 你是家人不是你嗎 不是 你家人 我家人說 他自己說就太神經 那我自己也是我自己的家人 是的 最親的人永遠就是自己 最重要是愛自己 嘩 突然這麼大愛 越說越大熬心靈雞湯熬了 不行 煮心靈雞湯出來 沒理由的 你是落味精的 不然就把諾貝爾和平獎給你 這樣吧 我覺得我應該拿 你憑什麼可以拿 我經常都鼓勵大家 我經常都鼓勵我身邊的所有人 你鼓勵他們是怎樣 下世 通常他們說有什麼 想Achieve的時候 我經常跟他們說下世 就算你今世Achieve不到 你下世一定可以 即是怎樣 你現在是宗教上 輪迴角度 不要緊 他們今世沒有的 下世都會有的 但是我怕你的朋友想對你動粗 這樣就不夠和平 哪方面的動粗 例如肢體碰撞 或者在嘴裡用粗言慰語去 展述對你的那份情感 即是可能MMA 對 對 因為其實是這樣的 在一個街坊群組 我都看到近這個星期 有一個新聞 就叫做西環MMA 對 說不說好 其實我看不看 不是兩位阿姐的開拖 怎樣 阿姐去搶回那個情人 大婆當然是不敵 然後就變成在街上扭鬥起來 變成一個MMA 我發覺現在大家是 不是 但是這個群組呢 這個我真的引述 引述 OK 我先戴回大頭盔 很重要的 引述 網上的一些網民 或者是一些街坊 那些街坊 說那個義拉 原來都不是沒有前科 他們說傳說 那個義拉在公安餐廳 對面的大型屋苑 叫保翠園 做過一輪的看家 保安員 對不起 保安員 政治正確一點 我們對職業都做過保安員 聽說那裡有很多保安員 他跟他叔叔伯伯伯都跟他發生過關係 傳聞這位義拉 不論你有錢沒有錢 只要你有棍子 都會照殺 不過街坊說話的時候 不知道真偽有多少成 也有些照片扔了出來 只不過我還是引述一下 這些東西就 不是照片 不是床照 我明白 那個義拉 就在對面屋苑保翠園上班的照片 做過保安員的照片 傳聞說 那裡的保安員 都說 其實他是男人都吃 事情是這樣 而碰巧這間餐廳 就剛好在那個屋苑對面 For your information 你講到網民熱話 我相信聽眾都能感受到愛性 想做些什麼 我又說 補個羅賓爾拿瓶獎給你 聽到Tacker這麼硬 九成九想說 搞笑羅賓爾 我聽到聽眾都聽得出 但是 因為你說了一些這麼juicy的事情 或者八卦話題 我想起可以馬上說一件 但是我看見 減少了 想要不要下次再說的事情 有一件事 你意思是 下次是不是真的說這次 我不是 在想是不是今集說的話題 留下一次 因為我的話題 都是網民 在Facebook Group 那些地方說的 那件事也挺好笑 反正你講開這些 網上熱話的東西 不如再說一下 搞笑羅賓爾之後再說 或者可能後半集再說 因為這件事我減少了 我看到的Title已經好笑 不過我先不讀Title 我由上面開始說 有一篇文章有寫 媒體報導 就說 對於考車肥佬 有人樂觀面對 有人為此難過 這一個網上熱話是有關考車方面的 你剛剛說這句 我心想像中學通識 或者中學作文 十幾年前 我們還會面對那些 一定是中學作文 然後就是那些議論文 對於什麼什麼思想 有人認為中學生不應談戀愛 有人認為 及早讓他們知道什麼關係 有助他們身心發自 請問你怎樣看呢 因為我照著 剛才那個媒體 他寫著在頭那兩句這樣讀 但是最重要是 後面那句 他頭是開得比較搞笑 說有人樂觀面對 有人感到難過 分分不 什麼心心不煩 這樣 你考車肥佬也是 我現在 我小弟真的時間關我未去考牌 但我真的記得有朋友說 試過考車 出來了 看到附近 本身好好的 有輛車 走到很慢 不知道想過來 還是不想過來 踩出去 然後又被考官說 我不可以了 這樣 那些車子真的 啊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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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大家是有車牌的 考過牌就更加明白那份怨恨 這個好笑的 有個網民在Facebook群組 叫做學車學神交流集中營 那裡分享了一件事 他就說 嗯 自己在 叫做 叫做 考了什麼 上 考了不知道 應該是考了車 我猜應該是在那裡 考完試應點 那 下了車應點 見一下別人考車 突然間 見到 某個駕駛學院 的一部考試的車輛 就駛了回來 正常就是說 出完去 考路試那些東西 那樣的東西 方來就考完 就是考生和考官回來 那就完 但是 他說 車上面 只剩下一個人 考官駕駛了車回來 考生不見了 我猜 他仔細看得到 沒錯 就是只剩下一個考官 不見了一個考生 那到底是什麼事呢 記得當日大家喜歡追那套 大群的電視劇 什麼天與地 就 四個人上山 只剩下三個人下來 那麼到家明去了哪裡 那難道考官在中間肚餓的時候 哈哈哈哈 這個是12隻恐龍去野餐的朋友 細情說 什麼旅遊車出發料 我最多人說 外國不是有隻恐龍叫什麼Burnie 還是什麼是紫色的 有些人以前玩Memes圖 說爸爸 為什麼想去Burnie's那個節目 那些小朋友集集都不同 然後爸爸和小朋友都解釋 你記住 Burnie是一隻恐龍 是吃肉的 那你自然那些小朋友上去 就是這樣就不見了 那就下次找個Burnie 哈哈哈哈 爸爸我下次會不會上Burnie's 啊 好吧 不過你帶那瓶胡椒粉去吧 聽說他喜歡吃胡椒味的 哈哈哈哈 不大鑊 這是一個難驚來的 也不是家明要吃什麼 傳屬還是什麼 什麼成熟 那些什麼 沒那麼瘋的 效官就不是把考生當家明 但是呢 到底是什麼事呢 正當一個網民說他在想 啊 搞什麼 為什麼要把校官是沒有了 他就說 那個校官下車之後 好大聲地 跟附近教師傅說 喂 那個好生啊 咳扇不當 所以我就挑他不合格啦 然後他看到我挑他不合格 然後那個巧生 在停紅綠燈的時候 就中途跳車 只有無奈的考官呆坐在車內 還要坐在副駕駛席 拿著剔分的那份東西呆了就坐在那裡 有沒有想過如果後面的車子是一個Boot呢 然後前面的車子的考官就是拿著那個 平分那份版的那份東西 然後呆了在那裡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為什麼韓徳德爾我會停在那裡呢 現在人都不見了 人去了哪裏呢 最後死死地氣就沒辦法了 唯有下車了 坐過去駕駛那邊 然後駕駛那輛車回去考試場地 所以令你被樓主目擊到這一幕 這個字幕寫得很好笑的 今次那些有中二臂的講鞋嗎 我不知道 然後那個字幕寫得很好笑的 考牌學臣 考… 沒有 尾又不會善了一次 考牌學臣 自知考車肥佬 索性半路跳車離去 考官超無奈 你說得這麼入本節目的 不是的 但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你也想到 你也想到駕駛只有考官自己 這件事好像那些 這件事好像那些 講鞋現象那些 那些人 即是那些 我反正都炒了就走 因為很久之前我看過 那些中學聲 group 說 有個中學同學 考Auto Auto Examination 為什麼你這麼強調Auto Examination 我們有富有這個教育性的節目 我們沒有說Auto 你沒有人愛有富有教育性的節目 好像是 如果是這樣的事 我真的不覺得不覺得我 隨便吧 隨便吧 我說是呀 你說是呀 吉龜說是呀 他說他有個聯校的 即是不認識的 旁邊的學校 然後就做小組討論 討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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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怎樣 然後就有個考官 看到他沒有發聲 其中一個他回答不上 當是 就說其實你這樣 已經不合格了 如果拿出來 你可能怎樣 你都會有一兩個認 因為那個考官應該 像是 自願的中學老師 可能就是一些自願的相對 嗯 即是一些大學生 或者是在讀英文等等 應該不是正式老師 就是他幫手 應該是幫了一下學校 好像以前在讀一樣 他應該心想 是不是都很肥的 然後他竟然站著 說了一句f.u 然後就跑了 從 道德上 倫理上 禮貌上 他絕對很不應該 但不知為何我那個場景好像挺帥氣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說過表情 真的是嗎 我覺得 我在旁邊我會笑到吵了在那裡 你覺得很帥氣嗎 不是很帥氣的 我覺得整件事很怕 好像拍電視劇一樣 我覺得很美劇 我收回不應該用帥氣 所以很美劇 整件事很過癮 我覺得不是啊 我覺得如果我是同場的其他考生 我一出來我第一個跟朋友說 或者我跟同組其他人說的 他一定是ON99的 我一定是不說的 他有點瘋狂 但這樣說 他也OK 考英文 阿佬 至少說英文 有些水不在那裡 哇 教你燒米 珍珠你的糯米雞 你的心肝脾肺腎 嘩 他也不是這樣 他也是整句 整句回覆一下你 即是他也不說日文的 他也不說白家印 對 又不說什麼阿摩那些 對 尤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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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 不是啊 是英文考試和英文說粗口這件事 我都覺得挺有教育意義的 如果考數學的時候 數學老師跟他講 他就真的 哎呀 70624770 他真的不知道說什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唇搞爛 對不起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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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這個169 哈哈哈哈 看你整句169 啊 169 啊 你肯定 要選多2啊 你肯定計完數出來 答案你一定是76來的 哈哈哈 差不多類似是這樣的 你肯定計完數出來 哈哈哈哈 你肯定計完數出來 哈哈哈哈 你肯定計完數出來 哈哈哈哈哈哈 我想起也覺得 痛啊 對不起 我的解釋很爛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 我有點停不住 哈哈哈哈 真的好笑 其實 我好像先黏了 對不起 大哥 回來回來回來 我先說回那個無奈的考官 好像後悔的猶帶 我先說回後悔的猶帶 他把那十塊錢吊在聖殿上 就走上去 吊死了 現在是那個後悔的考生 他把車匙插在車上 開了門 出去就走了 喂 等等 我想到一樣 我想到一件非常之七的東西 真的非常之七的 那如果那天一時二氣 發脾氣 跳軌了 車走了 然後發現原來那個袋子 卡在這輛車上 是不是應該回去拿呢 嘩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是不是要死死你們氣 走回去考場加路連山道 這樣才算啊 哈哈哈哈 我漏了東西 然後拿完之後 引你 這樣才走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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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就 巴氣盡失了 本來很失敗 我當然看Friends那部劇 有一集是其中一個男主角 就跟他的女朋友的前男友 在家屋裡面很帥氣地說 總之我今世人 我要娶的就是那個女人 這樣說那些話很帥氣 然後我戒指也買了 我現在要求婚 然後就出去了 但出去了那時候 觀眾會不會戒指放在桌子上呢 然後他的鏡頭是沒有結束 開門進來 然後那個前男友 遮住戒指讓他拿回戒指走 那時候那個角色是敗盡失的 我覺得就是那一筆東西 但是 嗯 那些網民想的事情 某程度上就更厲害 比你剛才的想法 我剛才已經是相對地比較溫和了 對 他們就想說 其實那位考生如果真的那麼矮的話 是不是應該玩大一點呢 不要學一下大家 但是那些網民真是雜思講益 討論一下一些可行的情況 如果那位考生真的那麼矮的話 他是不是應該玩大一點 適時 拔走一條車時 如果那輛車停在路中心 你猜考官怎麼辦呢 這麼說 打拖車吧 對 下面那個人就是回去 打拖車 拖走那輛車又不是去的 有什麼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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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啊 沒有辦法的 叫車拖走 沒有辦法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始終你有那個人的記錄 你就知道是聖心名碎 這樣說 但接著 那些人在討論 那輛車又不是考官的 被人抄牌勾車沒有關係 反而考生有資料 可能真的有什麼去追討 可能這樣說 但接著 有些人又開始 舉一些 類比的例子 又好像很有道理 但實在沒有什麼道理 有人說 我以前考A級 有些科 我是不懂 還有明知 我也是搞不掉 不會通過 他也索性早點離開 他說 提早離開 其實他是開玩笑的 後面貼了按鈕 有笑的 是搞爛的 又好像有道理 是走得合理 和走得不合理 那個情況之下 不能走 理論上那個情況 是不容許你走的 AFO就是容許你 在什麼 不知道 收捲前三個字 你可以 離開市場 收捲前三個字 不能離開 但是由開口去到收捲前三個字 任何時間 你證明你完成了這份 你隨時可以離開 有些很帥 是寫完名字 然後就掉頭走出去 有些是這樣的 其實不如不去算 很多人都吊詭 當年討論過 有些人說 是不是不去好過 有些人說 他不知是要 去了 那裡 寫了名字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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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 我怕有些老師說過 如果有些學生 有些同學 你真的想著 你進去寫個名字就離開 勸你不要這樣 如果有MC 你撞過去才離開 你反正也是 撞過去 隨便畫公仔 才離開 時間了兩回 你應該好過什麼 寫個名字就離開 當然 不如找孫子去做一點 這樣也好 雖然小弟不算高分 沒有什麼可以分享 小弟不算高分 我是低分的人 小弟也有些 被這個考評局玩了一會 的感覺 為什麼 小弟當年考中文 出了一篇 其實在網絡上面 還有一些中文老師 傳媒很多都說過 第九味 這個不知道 總之 最後一條問題 是說作者沒有寫出來的第九味 就是酸甜苦辣之外 的第九味 是什麼味 這樣 但其實之後 那些傳媒再問 那個作者 那個作者也不太知道 即是他們 超譯地去寫出來的 那個作者其實沒有說 那樣東西 考評局的答案 是人生的放味 但是那個作者也沒有想的東西 你去寫 還不是 我作者也呆了 那還不是閱讀理解呢 你已經超譯了別人的東西了 那當然 小弟當年考試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多時間想 然後我就很瀟灑 因為是最後一條 就是做完了 那還有半個小時收卷 我沒有什麼做 就是都打算舉手 我就是寫三個字下去 第九味線 我猜到 你猜吧 我猜到 因為我想寫三個字下去 沒錯 你老年的時候會有的那種氣味 古早味 哈哈哈哈 你寫古早味嗎 不是 你老味 哈哈哈哈 還偶爾做 你老年的時候 那種氣味 都是這樣 沒辦法 那一篇又真是神經病 你也不是 跟著作者說的東西 作者心想 你神經病 你問我沒有寫的東西 大哥 我猜是你去理解我 那篇文裡面寫的東西 你倒過來說 一些我沒有寫的東西 我怎麼知道 但是傳聞 傳聞有很多考生 或者網上討論區 甚至有些所謂老師爆料 寫同一個答案的人 就不止我一個 不過我是算比較差的那個 因為 我就沒有用完整句子作答 通常這三個字前面 應該還有多一個字 我就沒有寫下去 噢 就是吊著人家忍的東西 對 就好像傳聞有很多人 都會寫完整個字 不過小弟 就可能 中文沒有那麼好 寫少了一隻字 那你那篇文章 合不合格 合格 OK的 那一題就 當你沒有分 就不會這樣扣成份 我那條是否都blank 我當然要發洩一下 真的 我講真的 我看著我 就不可能寫下去 那我要不就舉手走人 那我不如寫我三個字才走 但是你又說 笨了應該寫到四個才給他 哈哈哈哈 那又不好 寫了那一隻字 又可能 有點不適合的 噢 是 其實那一篇真是瘋 那一篇 那一篇 好像每年都是這樣 其實當年 A-Level還是會口檸檬茶那一篇 那一篇都傻 其實 我覺得剛才那篇的衰在 你等於 如果你說做些什麼 Chris 是說 什麼 一些 我當作動漫畫 或者電影 那樣 你去做些什麼fancy問答遊戲 那樣 他作品有一個四天王 你說 其實作者沒有寫下去 第五個天王 你知不知道在哪裡 他問回作者 那個作者就說 你瘋了 我寫四天王 就是四個 無緣無故叫第五個 就是五天王 就是四天王 神經病 總之 很像吊詭 那樣 發神經 抵人家 當然是你老年的時候 那種氣味 再從我吊你 我記得當年 龍應台也有寫過一段 但是 都不了了之 檸檬茶 有些人說 就不是我那時候 好像是我之後 還是我之前 我忘記了 都在我那時候 好像我那時候 檸檬茶 嘩 比罪我都不懂 寫 檸檬茶 真是 不 現在 我想我們應該可以 吹到很多 不知道有沒有分的東西 出來的 你想想 我們兩個人 大家喜歡不喜歡也好 我應該叫做可以 把一些非常無聊的東西 跟大家說五十多鐘 聽眾出來喊回水 我猜我們有一點點能力 可以把一件很無聊的東西 吹得更加無聊 變成一件完全沒有意義的東西 純粹浪費地球紙張 應該是出現的 然後就變成四版紙 再舉手加紙 然後 這個考生這麼努力 我都很努力 就在這裡 久中語言地去說這些話 然後再發覺 咦 文章中心思想沒有 文章內容沒有 文章中心思想就是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他是處於一個很迷失的 後現代狀態之中 老師評語 你不要想著隨便把幾份報紙 剪成一起 就當一篇文才行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說 你不要把隨便幾隻字 砌一句話 就可以去試題 你不要搞錯 你覺得誰比較大 好像考評局有說過 檸檬茶的寫法 我是沒有看過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檸檬茶的全題是怎樣 忘記了 好像是三個字 只用檸檬茶 作為什麼題目 寫一篇 書情文的議論文 你不知道什麼文 我深信你現在給你寫 你不是那一屆的考生 純粹給你這條題目 因為當年你會緊張 你會害怕 因為我寫的東西 是關乎我的成績 關乎我進入到U 你們這樣想 如果現在是給你在這裡 我無緣無故跟你說 阿雞今天我是沒有主題 我現在就寫一條題目給你 用檸檬茶三個字 講二十分鐘 我哥你一定做得到 市面上有很多檸檬茶 而我最喜歡喝的是 檸檬茶 那一把檸檬茶 那時候 和我開麥克風的拍檔 他曾經請過我喝 想起那個人 居然很壞不壞 那天沒有主題 把檸檬茶給我 叫我講二十分鐘 我準備轉頭 我喝完檸檬茶 把那條紙捏在一條紙上去吃掉 這樣 你是可以說得到 但是我想想想 就覺得 有時從新聞學的角度 我覺得以牙還牙 就不是應該把那條紙張 塞進他的口裡 是應該 是應該我們以德報怨 我每天請他喝十包檸檬茶 看看他什麼時候逃到死 人家為公子喝檸檬茶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說沒有理由 不可以不停喝檸檬茶 我是時候要逃給檸檬茶 然後我見到檸檬茶就很激 那一句 如果我繼續說下去 我有信心可以說到 五十分鐘完 當我去到茶山廳 聽到旁邊的桌 但是在凍檸檬茶的時候 我就一下子翻桌 燒甜啊 但是聽眾說 我知道你們是有 可以吹到五十分鐘完 但如果是這樣 我就不會聽到五十分鐘 哈哈哈哈 其實改卷也挺慘 其實改卷 我覺得你那年慘一點 整班人不停問 不停說他老年的氣味 改卷那班不停被人 吹到癮去問他老年什麼氣味 你猜他都好受嗎 應該也挺難有人知道的 哈哈哈哈 沒有辦法 你改卷那班真的見到 哈哈哈哈 這個又說髒話 我看看校園的同學 是不是 這位同學 你也是說髒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位同學 你這個好一點 你這個人都叫幾like 寫三個字就算了 剛才那位又壞了 那個寫四個字 真的 還叫我忍 然後那位校園 別搞笑 有些人說 對呀 不可以早走 但是搞笑 有些人 開始暗黑兵法 去分析 這個學神 這個行為 很暗黑兵法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暗黑兵法 有些人說 可能這個學生才是絕頂聰明 因為他知道肥硬佬 所以索性就直接跳車 由於他未完成過考試 理論上不可以宣佈他不合格 情況有如考車時遇上交通意外 這樣說不定 他是想搏運輸署 安排另一天 讓他再補考 不過就不知道這樣會不會成功 這個網民也半開玩笑 那如果不成功 那不是GG 因為後面 這個網民說完這段之後 他貼了兩個笑到 哭出來的 那個emoji 所以他也是在搞爛 但是想想想 人們說 整件事好像暗黑兵法 真是很厲害 當然 我想人家可以說回 他的態度問題 會不會再有其他 首尾來一件事 當然 有些人說 EQ不好就不要開車了 但有些人會分享說 如果出來這樣的脾氣 比較合格的話 應該九成九 都是公路炸彈 不是說笑 他隨時切你線 又找一個中指給你 你想切他線 我覺得他不像是弄一隻中指給你 我想切他會閘你 然後下車 然後就敲你車窗 小理那種 好像 真的是 重低車手 對 然後下來 那個人 怎麼了 玩GTA 什麼GTA開車 撞到別人的車 馬上下來 但是很好笑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不是 GTA 我開車不開拖 我開車通常都走到那些 伊朱布魯的女子身上 旁邊 然後按幾下 按幾下 按幾下 然後 然後 你們就在這裡練瑜伽 然後 之後 就不知道為什麼 靠我錢了 那你要學瑜伽 當然要給學費 但是通常都會下車拿回一些錢 最後 這個是你在售賣方面 不是那麼好的操手 正如你說 我們節目是一個 有教育意義的資訊節目 那GTA應該是很有教育意義的 電子遊戲 好像是 不是說 Rockstar官方說 有些東西 leak了出來嗎 那就是說 新一集真的有了 應該就有 那不如反正 無聊再說一下遊戲 好不好 反正話題講開 今天是很隨心 是啊 很隨心 因為 GTA 我想 可能很多聽眾 都會有 期待 因為GTA5 出完都很一段時間 其實 有這麼說 先說一下小器 其實GTA5 這遊戲是很厲害的 它是賣足了三代的主機 由PS3 還有PS4 還有PS5 Xbox那邊也是E3代 還有PC 是啊 其實你想想 它真的橫跨了三個Console世代 但是 我由PS3的時候就買了 PS4我再買一次 P5我還沒買P5 也沒有抽 問題是 當年它是說 會出一個DLC給大家 就是會騙我 有一個故事給大家玩 還問 大家想玩什麼 然後整群鬼佬 就說我要玩喪屍的 我要玩GTA裡面 有喪屍出現 但是 這個DLC是逃了大家的 然後 Rockstar 還要 那間遊戲廠 之後發覺 online那邊很穩 多人課金 我只做online 好像忘記做單機遊戲一樣 結果 大家說 不知道它是不是想做GTA 6 可能 永續GTA online 但是近來就流了一些影片 就說 真的有 GTA 6開發中畫面 所以 肯定是在開發中 它之前說是在開發中的 但是 這件事 有很多事情發生 因為 它被人流出的影片 那 因為 Rockstar 近來真的有很多事情 那些人是不喜歡它 例如 GTA online那邊 很通脹 錢瘋了 也有 接著 它之前 出了一隻 伏黑版 或者合集 將舊的GTA 集合起來 做一隻 合集遊戲 什麼 China Town SA 那幾個 Wild City Wild City 那幾個 但是那隻遊戲的質量是離譜 畫面比舊版還差 因為它 不管得好 然後 是離譜的差 離譜的差 離譜的差 是被人裂評到爆 我原本想買都不敢買 Bucks又多 而且 最生氣的是 你拿回三隻舊遊戲 你把一條鹹水組拿出來 你升級一點 畫面 其實大家都收貨 或者更新的模組 更新的樣子 就算了 又不是 有人搞個Buck 到無論 遊戲有些事情都玩不到 然後畫面有些事情 比舊版還差 所以 那隻也令到很多人對Wild City 是不喜歡的 雖然交給另一家公司 是跟著 Remaster 但是 也不是跟著一隻招 所以很多人不喜歡 變成 某程度上 大家不喜歡你 哪有你做什麼 都說你錯 所以 GTA6的流出 那些人就整班人 說 哇 搞錯啊 你在2020年 弄一隻遊戲 你敢給我這個畫面 因為畫面很簡陋 都很劣 這樣 變成 那些人就說 搞錯啊 真的 這畫面這樣給人也可以 因為有些 如果比較熟悉 遊戲 就說 別人會發展 中的畫面 不是實機畫面 別人是開發中畫面 意外地被黑客入侵流出 開發近 就是你砌模型 你那隻 你是高手來的 你就噴了油 做了陰影 什麼都做 但是你在砌 在最初的階段 你也是 白書書 甚至連水口位都沒有磨 有些鞭要收 又沒有收 各個的 又沒有剪 那樣 是這樣的狀態 變成 出來簡陋 其實很正常 因為 他開發中畫面 不是已經完成畫面 變成有一個 我覺得挺有趣的 又不算Campaign 但是有一個 小小風潮出現了 或者小小的 小小的事件 然後 很多其他的 遊戲廠 就在Twitter 那裡 就出post 就post 自己的遊戲 在develop 階段 那時候的畫面 就跟大家說 有些就玩反串 你看一下 我們開發的時候 畫面是這樣的 所以好像大家這樣說 畫面開發的時候 第一件要先做的 那他當然是 暗串人 你這個瘋子 我正在開發系統 你要我搞畫面 這樣 又貼了很多 出來是很簡陋的畫面 甚至有些公司 特地把他的 最後的產品 和一些 是 是 Beta的版本 那些是Beta 為何 Alpha還未到 Alpha已經是被人試 Alpha是內部試 Beta是公開測試 那些是內部正在做的 其實還未被人試 變成了很多簡陋畫面 跟遊戲的成品相比 卻一左右 然後在遊戲中 做這件事 某程度上 可能又叫做 借一借這件事 宣傳一下自己 也可以 這個當然要做 其實我覺得很多 就未必是剛才那件事 很多人純粹 都說 同行 被人這樣 指責 其實真的不公平 他們真的支持人多 很多人 出來就說 對 有些貼出來 就是整個四方格 那些 他那時候 放了四方格 就是我做的系統 畫面最尾線 然後貼四方格 出來 蜘蛛俠那些 都是四方格 這樣貼在這裏 這樣做法 然後是 幾多遊戲廠 去出聲 在初頭 我覺得都有點窩心 有些人說 借個機會 宣傳 沒有話 但我覺得很多人都未必到這裏 就是 很多人都說 大家那是遊戲界 那 不出聲 我覺得這件事很窩心 又有趣地看到很多一些 可以說是很Raw 或者很Develop的畫面 大家覺得 好像Making Of 這樣看 都頗有趣 但是 GTA 其實它真的是一隻很厲害的遊戲 你想想 它製造 很Open World 是很多遊戲未做這件事的時候 它就已經 去弄這件事出來 所以那時候 小時候一玩的GTA 3 那時候很震撼 你真的可以 好像剛才 考牌那樣 好像它裡面可以 把的士套了 然後做的士司機 你又可以 開到一半 你下車有很多乘客 待會他們下車追著你們 打 又可以做這些 通常是反過來的 他下車追著我打 通常都 這樣也是說什麼 裡面你們會做的士徒夫 就是你裝了那個人去目的地 你收完錢 你下車 你再去找他 再去找他 再看能不能多拿 這是終極殘忍的 我不是做這種的士徒夫 你怎樣 我拿著火箭炮 對著走過的士 就一轟過去 等火燒完之後 就會有錢收拾 你和達哥一樣 是的士判官 又拉開一些講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有一段片 達哥玩GTA 5 他做的士判官 有人剪了合閘嗎 那段我真的來不開回來看 很輸壓的 我對的士行業的大哥們 不是有任何貶的意思 因為我搭的士 老實說我挺幸運 很多人說 遇到很多不可以司機 但小弟算是幸運 我遇到很多司機 很友善 很友善 所以 我不是在說司機搭的士 但達哥那段司機 的士判官那段片 他玩得真的很瘋 他每次都是什麼 他搭完車後 就會追著司機打 去搶錢回來 很瘋 然後他還要我記了一下 還要偷入機場 但是 他的小段 我記得他有一句對白 我第一次看 我笑得很金 他說什麼 慢著慢著 司機大哥 他派他下車 然後就去拔司機的門 拔司機大哥 來打去搶錢 他有一次說什麼 司機大哥 不要以為大結局 我就不下手 然後就打人 那一刻我笑得很金 不要以為大結局 就不打你 你也是會出手的 所以 不知道 我小說 是不是有些人 如果剛才學車的人 就是 駕駛半腦 丟下的考官 某程度上 真的很GTA 有沒有那種笑線 真的好像 隨時下車 老實說 你 你 不會這樣 你肥完就好 怎樣都好 有些人說肥完沒有心情 下車 又不是 我不知道怎麼說 很古怪 因為 心情上 有些人說一句才好笑 有些人說 你這麼大的交叉 交叉 交叉 我不合格 還要我載回市場 你 早點分 那句 我補 好像人之常情 又不是不明白的 還有那一刻 你動了一些GTA的思想出來 嗯 是不是想我做考官判官 哈哈哈哈 他動了GTA思想出來 應該可以一輩子在裏面 尺寸不用出來 但是這樣說 講開遊戲再說一件無聊的事情 有人想問你有沒有做過 你有沒有試過玩GTA的時候 無緣無故跟著每盞紅綠燈去開車 少 有沒有試過 好像試過 我記得有 有些人說 玩GTA的大多數玩家 他們那天如果真的有空 很無聊 不是說 今天 做好整天晚上 有兩三個小時打機 又不是很想做任務 對 不是那種 你那天真的很無聊 開遊戲說 今天真的很無聊 會你做 嗯 我試試跟著紅綠燈去開車 而且專心做一個的士 還有做一個奉公手法的的士司機 我真的試過 你有沒有試過 我有試過 我奉公手法做個救護車司機 我也試過 試過 大家很無聊 有很多人說 你這個瘋狂的 你這樣和玩那些 很認真的 simulator 遊戲有什麼問題 但問題是 你在GTA的世界裡 你無故做這麼奉公手法 整件事是很異常 這種異常 不知道為什麼會令到你覺得 嗯 我今天打遊戲也不太悶 挺好玩 接著 還有手探 插錯鍵 拿著烏枝槍 很奉公手法 駕駛的士 不用開了兩齣 胖子 那天你很懸疼 我按錯鍵 不要走 不要走 我不是想開槍 射人 我按錯鍵 如果司機 駕駛的士 駕駛的士槍 你會不會跑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整件事很恐怖 不是 是本能犯 因為看到旁邊有兩條警察 遊戲裡面 GTA是這樣玩的 GTA的 我就忘記了自己 今天是要做一位的士司機 我就很自覺地拔了一枝槍出來 接著 乘客無故 你小時候開得快 乘客下不及車 或者你真的去響安那些 下不及車 多數那些情況是一升兩升 你看著自己的車 踩得很快 叫救命 下不及車 不知道為什麼我 覺得很好玩 哈哈哈哈 是完全沒有生產嗎 玩遊戲 完全做一些極度無聊的事 很好玩 我剛才試過 那一集 聖Andreus 那一集 有小型飛機 白色都是小型飛機 將它降到公路上 跟著巴士走 哈哈哈哈 我都好像試過做這些 這個是極度無聊才會做這些 通常都會炒到機爆炸的 多數都會 還有如果你玩SA的雜數 那些雜數是零射容易爆 車廷四是差勁的 那些載鞋很容易爆 那些四和五是沒有那麼容易爆 第四 我有個朋友做過另一個創舉 我的朋友真的很厲害 我來不開 我一群人吃飯 趕開 我應該說他瘋了 第四集 因為那個仔細度 某程度上 還高於第五集 他直接 很多店鋪 你真的 入島去玩 例如去漢堡包店 他是可以進去的 如果 你去的四就是某些店鋪 但是 五就是某些店鋪 但是 四其實很多地方可以進去 很仔細 可以進去漢堡包店 即是買漢堡包補體力 然後裡面可以撿 他可以撿地下的東西 拿在手 這五好像做不到 然後可以撿了一支茄汁 我的朋友撿了一支茄汁 然後對著NPC收銀 我就不斷撿 他說 到底我用幾支茄汁 我撿幾支茄汁 可以撿死一個NPC 到最後呢 我忘記了幾十次 不知幾十次 撿死了 撿死了幾十次 還是幾十次 撿死了 因為 HP本身的NPC是少的 但茄汁的傷害 本身是小的 可能他100 然後茄汁才是1 那你就撿一百次才死 他說他真的站在那裡 有支茄汁撿死了NPC 因為那個漢堡包店 變成那支茄汁撿過 不是開槍 他又不會有聲給你 我阿飛說他真的試了 我成功了 我那支茄汁撿死了 他說他撿了幾個 他好像撿了一整個小時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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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傢伙是不反抗的嗎 他站在4集裡面的 他出不來的 哦 是啊 我第四集是這樣的 那時候 如果第五集 有些是仔細一點 他可以打碟便利店 不是我只是說一隻遊戲 那便利店職員隨時拿出來 撿回你 如果你只開了 但第四集 可以打著窗譜的 我好像不知道他怎樣 開了門 射進去還是怎樣 但是 你進去就拔不來的 便利店就可以拔的 這是第五集 還有 還有那個叫什麼 投注站 走進去買馬 輸到傻 然後就在裡面 C和5有沒有呢 不是 有些人是神經病的 SA有 是啊 有些人是SA才有的 後面那些有時候沒有的 他真的做得很仔細 然後 我真的記得我的朋友 神經病 拿一枝茄汁扔死一個NPC 我真的覺得他很厲害 你有沒有看 Ryde Reynolds那套戲 前排那套 什麼 什麼 玩家那套 神經病 總之說他就是GTA裡面 你當他GTA的遊戲裡面 是一個NPC Ryde Reynolds就是那個NPC 那套戲是這樣 裡面有一個NPC 我又幻想 Ryde Reynolds 被茄汁扔死了一件什麼的事 好瘋 我以前忘記了這套戲 很過癮的 你當是Ryde Reynolds 就是做GTA裡面的一個NPC 變成他每天 他起床去上班 他那天很定著一程 他跟NPC溝通 然後你看著周圍的人 瘋了 到處開槍 到處亂撞 然後說這個NPC 無緣無故有自己的意識 去思考 那套戲很好看 那套戲很過癮的 我那時候 Fee Guy 很過癮的遊戲 哦 什麼爆機自由人 對 那套 很過癮的 如果你玩GTA 你只會覺得 平時我在GTA的世界搞事 那些NPC就是 趴在地下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就是那種 你只會覺得是那個feel 通常你裡面開槍就是 每個人趴下 對 然後看你的心情如何 看你的個人有多殘暴 然後你玩完之後 看他就想想 我都很壞 對 對 對 究竟哪支槍比較厲害 我最多 我中學雞的時候 好像中學雞 不知道是中學雞 那時候 總之玩GTA3 那時候 我記得 正常你接任務 接任務 我都不知道 玩了整個月 我不知道有接任務 不是吧 因為我就是在裡面 貼著法神經 每天放學 回家的時候 玩不久的 可能玩兩三個小時 然後吃飯 然後做功課 然後睡覺 那時候 那時候 我真的記得 我差不多整個月之後 有些同學 我講完才知道 什麼接任務 有嗎 有 我又進去 我就在那邊發射 搞笑 當我發現火箭炮之後 我發現 不能回頭 有 是的 所以現在 GT5 有什麼電磁炮 那些什麼 那些等你 也不能回頭 整個電磁炮 給我 神經病 那些官方 好像是 那些官方也好 火箭炮好像比較好 無論怎樣 火箭炮也是最好 是的 但5還有可以放煙花 是嗎 是 正不知火箭炮射水 可以放煙花 誒 誒 講完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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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差不多 今天真的好 我之前看過 日本的VTuber 他做個企劃很搞笑 用GTA5來玩 他就是 那些VTuber 不是定時會開台唱歌 他就在另類唱歌方式 他就是進GTA5入面 去開Online 然後觀眾又進了伺服器 然後 他在裡面 他會開車 唱歌 他說 他唱歌的時候 他開始唱的時候 就玩捉衣衣 其他觀眾就可以去找他 以及去射下他 他說 只要在他唱完那首歌之前 沒有被人射下他 就拿一分 如果他還沒唱完這首歌 被觀眾射下 觀眾們拿一分 最後看看哪個高分 其實 他是另類唱歌的那些 回數 但是 變成有很多很搞笑的場合 會出現 就是 他唱唱歌的人之間 因為他不是唱得好 是唱得過癮 可能唱唱歌 本身唱得好 突然有幾個人在旁邊衝過去 好像噴頭 然後叫救命要走 那個系列 很搞笑的 那些系列 如果大家想到VTuber GTA 應該會找到他出來的 有時候觀眾 索性 載著他 搭順風車 他又扶著機關槍 應該顯蠻肥肥肥肥肥肥 接著觀眾 並在前面 的人iting opian 要走 或者是一直唱的 情歌 我覺得他們在音樂 都在經過一 MATT 射 也好笑 所以GTA其實很多人玩到很多無聊的東西 我聽過有些朋友說 整班玩跑步比賽 由街頭跑到街尾 誰跑輸了 就其他人全部拿一支棍亂棍 吐死他 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總之就是跑步 好像應該跑幾個圈 可能要跑去哪個街 總之都要踩單車 總之誰輸了 但是最後一班要拿棍一起圍他 吐死他 很多無聊的東西 整班朋友玩是好笑的 所以如果他落都會期待他拿到什麼出來 其實他創意是有的 之前有些事情處理得不好 大家才對他有些職願 這次才好像冷言冷語 其實他就是受害者 其實搶火車也挺好玩的 就是這樣說 你要想辦法整停他 好像第五集那些做到的 賣站就可以了 哦 你去SA那裏嗎 通常去賣站 不就要找很多東西去頂住 但是玩家就是這樣的 人家那些打街霸的電競選手 用足整天去練一招 玩GTA那班就是用足整天 看看能不能整停火車 所以遊戲有時候是不同的 應該是不可以 應該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因為好像是在那間店鋪才會回復 那些茄汁出來 哦 或者他才會回復 拿不出來的 會回復出來 而且他那邊訂的 應該是你訂一年 我怕你不知道會不會 你還要救他快 所以這真是搞笑 其實今天時間說一下 差不多的 雖然本來我剛開始下了一些 準備說過認真話題 但是說過一些 嘆一點的東西 嘆到就算了 FIFO一點 其實FIFO也好 是的 我們今天好像FIFO街一樣 不行 我還是想起你考試的時候 你寫了別人的老年的氣味 我現在真的很好笑 各位同學們千萬不要學 有年輕的聽眾 真的不要學這些東西 我們說出來笑一下 不要學我們 好吧 那我這個 富有教育意義的 資訊節目到這個時間 差不多結束了 下個月拜託我們是什麼節目 可能下集變成恐怖節目 是的 多謝大家收聽 下集再見 拜拜 下集再見